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对不对 台北股市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已经跌破了整体拉回的一个颈线了 很多人每一次当博热指标向下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一波它会拉回或者是会跌到什么时候 事实上我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答案 当博热指标向下的时候 它的走势就是往下看 中间如果有出现反弹上涨 比如说30分线向上 它都是属于一个反弹的架构 一直到博热指标再度转为向上 才有可能出现止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每一次当博热指标向下的时候 其实微博这段时间都在提醒各位 包括股票部分 你要去检视一下 你目前手上的持股 是不是具有基本面的 它目前为止是不是博热指标向上的 那如果不是 如果它基本面不好 博热指标向下 其实你应该好好仔细思考一下 是不是应该要先退出 把资金拿回来 这波台北股市的下跌 是从9月8号开始 也就是这一天 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台北股市 从这一天开始出现的变化 这是9月8号当时候我们给会员的讯息 9月8号当天 原本向上的30分线的博热指标 它却转为向下 9月5号到9月7号台股是不是涨了300点 涨300点的原因是因为 30分线当时候它是向上 所以从9月8号那一天开始 30分线它转为向下 那我们就要观察了 对不对 观察30分线当时候的一个变化 就后来30分线向下的时候 从9月9号开始出现了下跌 对不对 9月9号那一天 这是9月9号当天的时候 在10点36分 微博发给全体会员的一通重要解盘 当天9月9号台股出现了一个叫多空关键价位 这个多空关键价位当时候我们计算出来的点位是在9149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台股占不上9149台股的博热指标 我讲的是日线哦是趋势哦将转为向下 那如果台股的博热指标转为向下 对台股 你把台股当作一档股票来看 指数的后市 它就会产生拉回了一个走势 所以各位 后来9149跌破了嘛对不对 因为9149没有办法站上 你就必须应该顺从这个行情的变化 也就是微博常跟各位讲的 股市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顺从趋势 第二件事情叫应变盘市 所以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给各位承诺哦 到底会拉回到哪个地方 我们应该这样子分开来讲 先把指数跟个股做区分 因为之前微博曾经跟各位说过 上涨的行情也会有下跌的股票 下跌的行情你也会遇到上涨的股票 所以当目前台北股市的指数 我们把它讲成期货好了 当期货的不论指标是呈现向下 那它的一个走势 你就没有办法去预期 它什么时候才真正的一个指贴 你必须要顺从这个趋势 并且微博跟各位报告 目前的国际股市 美股 美股包括道琼 纳斯达克 S&P跟费城半导体 全部都是不论指标向下 所以我只是希望各位 你做好所应变动作了 这是指数的部分 我们今天多花一点时间来讲个股的部分 因为我相信 接下来四天的一个中休假期 各位老师朋友 在这四天的中休假期 你可以安排 好好带家人去做团聚 甚至可以去烤肉 或者是出游游玩 那也可以利用一些时间 可能在假期的一个最后一天 礼拜天好好检视一下 你接下来的一个投资部位 你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目前手上的股票 是基本面好的 是不论指标向上的 那基本上还没有关系 为什么 目前为止 如果你是选择 不论指标向上的个股 都还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选择 不论指标向下个股 它就会拉回 我举个例来做说明好了 我们用微博用我们带会员的例子来做说明 这是9月1号的时候 微博有带会员去买进6510的金册 买进金册的原因是因为 不论指标向上 所以我们在1100买进 各位 金册也有受到大盘的影响 这是今天的金册 收在1180 这是金册最近的一个走势 好 你会发现大盘最近的走势是这样子 从9月8号开始 对不对 刚才微博讲过了 9月8号 然后9月9号 没有站上多空关键价位 整个盘转落 然后从这地方就开始拉回了 这是金册最近的走势 它并没有因为大盘的影响而出现狂跌 原因在哪里 我给各位看 这是6510金册 这是金册的博日指标 我把它切回到日线的部分 这是到今天为止 9月14号 金册最近也是在这边做盘整 但是它走势还是维持多方 我们买进的时间点是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9月1号 9月1号的讯息 我们说金册因为它基本面很好 加上它博日指标向上 所以我们去做买进 对不对 好 各位 买进的原因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博日指标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一天原本之前金册的博日指标是向下 但是这一天向上 向上了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 请问它有向下吗 并没有 所以当它没有向下状况下 它的股价走势并没有改变 所以微博要跟各位谈的就是 你目前所选择的股票 应该是属于博日指标向上的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选到博日指标向下的呢 举了一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微博都举之前涨很多的例子 这是6230的操纵 操纵前一波很强 对不对 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最近的操纵不涨反跌 你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 从8月中旬一直到现在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你去买操纵你都赚不到钱 没有错吧 好 各位 操纵的博日指标 这是操纵 这是操纵的博日指标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一档股票 如果博日指标转为向下之后 它的走势 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本的多头了 好 各位 那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来看好了 随便看这一天 这边是反弹的那个操纵对不对 我们拉近年好了 动能线79.64 趋势线79.69 并没有突破 它的趋势没有被扭转 所以当它没有被扭转的时候 各位这个叫反弹 反弹涨上去 它又会再跌下来 所以你如果去买博日指标向下股票 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产生套牢 或者是停损 没有错吧 这是基本原则 很多人会说 难道都用博日指标吗 我跟各位讲 现阶段你买股票 你也不能单单只看博日指标 除了博日指标之外 你还要去注意一家公司 它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我之前常常跟各位说 一家公司它的成长率 如果是持续成长 它公司的营运 不是在衰退的 那股价 它会随着它公司的营运成长 长期的走势会有多头的表现 如果你买到一家公司 它是在衰退的 那你就算可能遇到了 比如说大盘之前 是不是涨到9200点 你的股要不一定上涨啊 之前微博例子 就有举过很多给各位看了 我说买进一档股票 它会不会涨 甚至它有没有可能创新高 它跟基本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 我不晓得各位你认不认同 但是微博把基本面 套用到一档股票 让你来做一个有效判断 我们先不要讲博日指标哦 单单用基本面就好了 这是6238胜利 已经是连续 这几乎是连续重挫了 昨天也是重挫 今天也是重挫 好 那各位 今年初的胜利 还曾经来到415块 但是现在的胜利 连200块都不到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今年初以前的时候 胜利是一个多头走势 从100多块涨到400多块 没有错吧 那为什么它会有一波涨势 从博日指标来看 它是向上 没有错 最近的胜利在下跌 也是博日指标向下 没有错 但是跟基本面呢 来 这是6238胜利 这是胜利公司的一个营运状况 好 各位你可以看 这是最近半年来 到了三月份的时候 它的成长率 有逐渐慢慢增加 但是增加不多 但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它又 这是一个月一个月 从8%掉到5% 掉到4% 这个甚至8月份公布 这是8月份公布的 它公司的计算出来的成长率 竟然是0.29 也就是从8%掉到 5%掉到4% 掉到0.29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公司是在衰退的 所以因为它公司之前 原本是成长 所以它才会有 这个多头走势 但是后来公司衰退的时候 各位 你去买它你就会到牢了 各位可以懂我的逻辑意思吗 只有这一档吗 我又不如再举个例子 给各位看 比如说这是金红好了 3141的金红 各位你看哦 金红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的一个 高点的中间点 给各位看 各位 金红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来到57块对不对 但是今天的金红 却已经跌到41块了 也就是说 你在6月份以前 买金红是赚钱啊 它金红6月份以前是多头啊 对不对 多头走势 你买在这边 套牢 你还是会解套嘛 买在这边 套牢 还是会解套嘛 但是你如果是6月份以后 你买金红的人 奇怪耶 它怎么一直下跌 当然 金红会下跌 目前下跌原因是因为 博瑞子比较向下 但是微博不是要跟各位谈 博瑞子比较向下 微博要跟各位谈 基本面 因为长期一家公司的走势 是长期走多头 还是长期走空头 它跟基本面是绝对的关系 博瑞子标它没有办法 我这样说好了 来各位 金红这边的博瑞子标是向上 这边博瑞子标是向下 好各位 我要给各位看金红的基本面 这是金红 好各位 你看它分界点 最高点是不是出现在6月 6月公布出来的营收刚好是在中间这边 好各位 你可以看到哦 原本到今年6月份以前 是从27 29 31 但是到了6月份以后 对不对 各位 6月份以后 8月 7月 6月 对不对 好 各位 各位 各位有发现 从31 成长率竟然掉到30 掉到23 掉到22 原本公司是成长的 所以因为在6月份以前 公司是成长的 所以你会发现6月份以前 它都是上涨 但是一家公司的成长率 从6月份以后开始衰退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公司股价却下跌 我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的 主要原因在这边 也就是一家公司它会不会成长 跟基本面有绝对关系 所以现在我比较担心各位 因为目前大盘的不日子 不要向下 很多股票它会做修正 好股票坏股票都有可能 因为大盘下跌 受到的影响 对不对 如果接下来大盘出现了反弹 如果你的手上股票是 成长率衰退的 不一定会涨哦 这是三四九八阳城 我们跟各位讲长线好了 各位你可以发现了 三四九八阳城长期以来 是不是走一个空头走势 也就是说 我们做股票投资 我们把我们的辛苦钱 买进去了 结果你买到一家公司 但是长期却是走空头的 你哦不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干脆存定存就好了 基本面怎么判断 阳城是三四九八 来各位 各位你看一下 阳城这家公司的成长率 从81掉到33 33又掉到4% 不仅掉到4%又变成负的 负9负20负31 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成长率 它是成长还衰退 再来 我们时间不够 来 这一档叫做 3661四星 从挂牌之后 上了128块之后 就从来没有回去了 你会发现一直以来 它都没有办法走多头 为什么 这是四星 现在叫四星KY 我请问各位 公司有成长吗 从35掉到26 掉到10 掉到11 掉到2 掉到0.21 如果它接下来变负的怎么办 这3691缩合 长期以来各位 去年底的时候 今年出还有700块 腰斩 现在剩300多 这3691缩合 这是缩合的不论指标 缩合的基本面 抱歉 61 54 46 39 31 20 各位你看出什么了吗 不仅 生技类股 也可以这样判断 比如说好了 这叫3176基亚 各位你长期看哦 如果这几年以来 这一两年以来 你买基亚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赚到钱 大盘不是涨到9200吗 为什么基亚 没有办法回到之前 这种多头走势 如果基亚 它公司的营运 是成长的 你可以借由 博瑞指标看出来 但是它是成长的吗 这是3176基亚 来各位你看哦 从博瑞指标的成长率 你可以很清楚 知道一家公司 基本面的变化 它从32掉到30 掉到22 掉到20 掉到15 掉到13 还要我再举例吗 TBK 宏达电 还有 这叫3662热森 热森我之前讲过了 因为它收购的问题 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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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各位 今天又跌停板了 早就该避开了嘛 因为热森这家公司 它的营运衰退 是早就看得出来的 这是热森 公司在 4 5月份的时候 还来到46% 但是却掉到27% 掉到18% 掉到10% 成长率明显 原本成长变衰退 对不对 所以当它这边 变衰退的时候 各位 46%掉到27%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6月份啊 6月份热森 还在100多块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说 原来它这家公司的营运 已经从成长变衰退了 衰退了之后又衰退 又再衰退 所以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点 你应该很清楚的 去检视一下 你公司到底是 营运是成长还是衰退的 微博教我们的会员 用博物指标 去用数字判断 它是最客观 最科学的 因为我们人都会 看到股价上涨下跌 去受到影响 可能翻开报纸 会有利多跟左右的利空 但是那个是真假 你不知道 微博这些计算的数据 全部都是从证券交易所 所download下来的 每个月会更新update 我们会去做计算 把最新公布出来 公司的成长率 是成长还是衰退 我们跟会员做报告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台北股市这几天 跌了四百多点 对不对 微博也有带会员 做多股票 金册 刚刚讲过了 1100买的 今天收1180 这是大疆 148块买的 我们还续报啊 今天收157 最高到159 那为什么我们会买大疆 因为大疆 它的基本面啊 还有大疆的博物指标 来各位 这是大疆 公司成长率一直维持在 52 54 51 52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它公司成长率 都是成长几乎是 五十几%的 好 那它的博物指标 只要不向下以前 它的博物指标 只要不向下以前 大疆的股价走势 不就一直往上走吗 甚至还创新高 跟大盘底有关系吗 跟大盘底没有关系 现阶段 如果你买到一档股票 它的基本面是不好的 各位 就算上涨 你都要小心啊 这就是微博 长期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 我们买股票 你的喜悍钱 新股钱 你到底要放在 赚钱的公司 还是赔钱的公司 问题是赚钱的公司 跟赔钱的公司 怎么看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微博再举个例 给各位看好了 这也是微博带会员买的 5272的申科 买的原因 有看过它的基本面 加上它的博物指标 又向上 所以在42.2地方 这是9月7号买的 今天的申科 各位大盘跌啦 大盘最近不是跌吗 收44.6 那我们买进的价格是42.2 42.3 各位为什么我们买的申科 它不跌 它反而逆势上涨 申科基本面怎么样 用博类指标 马上就可以查出来 它到底基本面好还是坏 这是申科 这是申科公司 营运的基本面 各位你会发现 微博带会员买的股票 一定都是公司营运在成长的 而不是衰退的 如果你把你的钱 放在成长的公司 再用博类指标去做辅助 为什么 我现在去买的公司 是成长的公司 当成长的公司 博类指标向下 我先不买 但是当它博类指标向上的时候 我就带会员去介入 然后就看着博类指标 往上做操作 一旦博类指标如果向下 那我可以评估 我要不要先卖一趟 这样的操作方式 你可以才把风险加在最底 而且 带会员买的股票 都是好公司 都是像这样子成长的公司 如果一旦是成长的公司的话 各位 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为什么 因为大盘不好 比如说像申哥好了 来 各位 申哥微博买进会员站 带会员买进在这边 买进去了之后 有没有拉回 有拉回啊 但是拉回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继续涨啊 因为他公司的基本面 他公司的博类指标 都是向上 所以现阶段你买股票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绝对不是看到股票涨就去追 你要评估这一家公司的营运好不好 你要评估他的博类指标 是不是向上 所以我不希望各位 你都去买到基本面差的 然后博类指标向下股票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干嘛做投资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好好的去利用假期 去思考一下 你接下来动作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部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中秋县大力 成东投顾联合大促销 全面8万一千五 成东投顾联合大促销 全面8万一千五 感恩大回馈 最后一天 请您预计过的产品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投顾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空避险操作 客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身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推荐 02 2752 5868 2752 5868 中秋县大力 成东投顾联合大促销 全面8万一千五 成东投顾联合大促销 全面8万一千五 感恩大回馈 最后一天 近年预计过的卡通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投顾部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空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身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后支援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位可以动我意思吗 举个例 举高价股好了 这是华瀚 6414的华瀚 你看喔 长期以来 它会跌没有错 但是它又创新高 跌又创新高 跌又创新高 大盘跌它股价继续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6414的华瀚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华瀚 从30 32 33 34又35 各位公司是成长还衰退 所以目前微博要带会员 我们要去做布局的 都会选 股价不是在高档 成长率的公司 然后我们也会去放空 成长率在衰退的股票 好 那大盘部分 现在是博日指标向下 所以操作上要特别小心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好好思考一下 要不要跟上微博的动作 我们在中秋的时候 公司有推出中秋礼战 那好好保护一下 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秋县打理 成东头部联合大触标 全面八万一千五 成东头部联合大取消 全面八万一千五 感恩大回退 最后一天 请您立即过打 抢评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头部三大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